然后收入就没有办法 因为那种又不是打对攻的 到一天多跑几趟就收点钱 他又怎么知道呢 反向来还可以 我来到明明儿的航班 我是对此航班的守护长 请继好安全带 数起二桌 旅途即将开始 在别人的故事里 请继续自己 第一个会游行 转发 打赏 大家好 我是杨天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云南的旅行故事 你说云南是多人都想到了 在迪山里江向北大利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城市 是昆明 作为一个社会城市 在昆明可以感受到公共的人生气息 这不说大家不太明白 但是 当你从飞机上的大巴刚下车 你在那里手工作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人 立马坐到你身边 对你说你需不需要忙 当你通过他的指引 还是找个目的地的时候 他会亲自地带你去 你所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昆明就是一个 真正能够让你放下湘西 去体会一个城市 它的美丽的地方 我觉得这才是旅行的意义 最后是什么 贪圣放下全街 肯定起来 大妈咱们是 我觉得生物感受不出 一群雷星 然后我第一次捐太风 以前那大妈咱们抓一肚 去体会 在这一肚被捐太风 那一阶里 还没够放下 那两天 那两天刮台风 幸好强烈不得了 二十 negете 三十二三 快餐 二十二